下面这段视频为大家介绍一种适用于任意阻尼频域分布的通用频变阻尼模型 阻尼是结构动力分析中的重要元素 得益于其简洁的形式 粘性阻尼在结构动力分析中人人喜闻了见 但是它能够满足固体动力体系的分析需求吗 实际上在复杂的固体动力问题面前 粘性阻尼还是太年轻 首先粘性阻尼的频域耗能分布是正比例函数 从图中的对比不难发现 这与实际的固体阻尼行为差距很大 第二粘性阻尼中的质量比例成分会对钢体运动产生阻尼力 这个结论的直接结果就是 我们站在路边看着你匀速驾驶兰波基尼飞逝而过 车上单摆挂件的平衡位置 与你的车速有关 在敞篷没打开的情况下 这是不合理的 第三常用的锐类阻尼模型 仅保证两阶阵型的等效粘性阻尼比 对于宽平带激励问题适用性有限 往往按下葫芦起了瓢 全靠老博士的经验订餐 这时 有的小伙伴会建议使用阵型阻尼叠加 然而 阵型阻尼通常基于结构整体阵型计算阻尼力 难以考虑不同构建阻尼特性的显著差异 也不够合理 因此 为克服上述难题 我们通过加选组合 不同结识频率率拨后的恢复力的变化率 提出了通用频变阻尼模型 该阻尼模型具有以下特点 一 从单元层级逐自由度求解 能够反映不同构建的阻尼特性 解决了问题四 二 基于恢复力变化率计算阻尼力 不对钢体运动产生阻尼力 解决了问题二 三 通过不同频率成分的加权 适用于各类阻尼频域耗能分布 解决了问题一和三 这是对极组频域耗能分布的模拟情况 黑色实现为目标分布 红色实现为本模型结果 可见我们的模型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为验证本模型 对某再生混凝土动力加载试验进行了模拟 采用锐雷阻尼时 构建耗能不出意外的与激阵频率正相关 与试验结果差异巨大 采用本模型时 则能够灵活地反映构建的阻尼频域分布 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 本模型在阵阵双控 土阶相互作用 宽平带激励等问题上都大有可为 这里以移动隔阵结构的阵阵双控分析为例 在水平的震动机理下 隔阵结构钢体运动成分多 锐雷阻尼结果更偏于非保守 本模型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在宽平带环境震动机理下 锐雷阻尼需根据经验确定模态区间 不同定义的结果差异巨大 本模型由于可以灵活考虑宽平带阻尼分布 因此使用简单 耗能分布也更加合理 介绍到这里 小伙伴们有没有心动了呢 不要999 也不要199 模型和程序免费送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吧